两人 出门 九分 九 二 周总啊 好潮时间没见了 怎么 忙啊 瞎忙 来瓶酒吧 好嘞 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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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您 好点的有没有 有啊 这个怎么样 再好一点的 有 过 这个好啊 就是贵点 贵就贵吧 就这瓶了 好 周总啊 今儿是怎么了 舍得喝这么好的酒啊 嘴馋呗 周总 那慢走啊 药寨的又动刀子又苦丧的 连棺材都买回来了 这一转眼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看人家这个人 挺有干劲的 屁 卖狗 不早不晚的你扫什么地啊 你怎么啦 我待不住了 我要走 我要离开这个地方 我一天我也待不住 你上哪儿去啊 哪儿都行 我回温州 我去东北 我只要不在这儿 怎么都行 卖狗妈也想走 你爸这会儿不是没缓过来吗 等他想好了不打紧了 咱全家一块回温州 妈我爸是什么人 你不知道啊 不管怎么说 他是你爸呀 咱不能放下他不管呀 我也不管了 儿子 找得好 找得有家事 找两下就行了 待会儿进屋陪我喝一杯去吧 你这 你这横扫千军呢你这是 卖狗是哪根金部队 抽这么大的风 还不是因为你 是啊 我生的儿子 对错都怪我身上 刚才卖狗跟我说了 他要走 走哪儿去 这干什么 走走走 宛淑 咱们回家吧 井也撤了 咱钱也没有了 还在这儿干吗呀 等死啊 咱们回温州去 干什么不比在这儿踩油墙啊 你看这儿 一会儿出油了 一会儿又不出油了 着急上火 还有那催账的人 把人吓死了 咱们回去 挣了钱把债还上 好好过日子比什么不强啊 我着急不着急 我再想想 让我再 好好地再想想 来 喝点儿 行了 你自己喝吧 其实 我想好了 你想好了 什么事啊 明天就走 行行行 太好了 我是想通了 想通了之后 心里头一下子就敞亮了 我是这样想的啊 尹花跟我回温州 你留在这儿 要走还不一块走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 你是我 我为什么干 干吗把败狗留在这儿啊 欠人钱总要有人留在这里嘛 我跟你回温州就是弄钱去 你想想看 你那个纽扣厂 这今天经营得也不错 认识不少人 估计能借到个百八十万 我也去找人 也能借个百八十万 这俩数加在一块 咱们就可以再开一口井 好 我就不信我周万顺打不出油来 这就是你想的 前些日子被那些要账的 要的手脚都慌了 我不能就这样就认输了 我要这样的话 我就找不到我自己了 我不同意 你同意我干 你不同意我也干 你们俩都清楚我的脾气 周万顺今天又认准了什么事的话 你八十头牛也拉不回了我 卖狗 你愣着干吗 还不快劝劝你爸 我劝好使吗 咱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什么性格 对吧 他满脑子都是油 我们要不是为了油的话 我们来陕北干什么呢 不就是为了想干一个大大的油田吗 也好让我当当那个美国石油大王 叫什么呢 洛 洛 洛什么勒 洛克菲勒 洛克菲勒 就是他 问题是 洛克菲勒是谁啊 咱们又是谁啊 草台班子能攥出什么好油来 我早就跟你说了吧 咱们一没技术 二没有条件 你能跟人家去比吗 咱们哪怕找一个 哪怕是线上的专家 来给咱们看看野拔稳呢 你就是不听你觉得什么 你觉得石油是人算出来的吗 不是那么回事 你什么都不懂 你就剩一味的蛮干 我要不懂 当初那些日子 那些拉油的油罐车 它能排到二里地去吗 爸 当初是有油 问题是你坚持了多久啊 最后就剩下水了对不对 一滴油都没有了 两口井是怎么废的呀爸 你不了解这个地方的地质结构 你就一味的蛮钻 你能钻出来油吗 你不可能 钻石油啊 不是在咱们温州卖鞋 我们是需要大的投入 才能有大的产出的 我承认你是有大的投入 几百万啊 几百万你看分跟谁比 几百万块钱 对于咱们这个家来讲 可能几辈子都花不完 问题是对于一个油井啊 油井啊爸爸 那是九牛一毛 你绝对人家洛克菲勒 人家一次性投入是多少吧 你你你说哪吹了你都 你说的那个东西跟我做的这个东西 你你你 我不听你说那些没用的事情 你说的那个就是纸上谈兵 我怎么叫纸上谈兵 你不就是念过初衷吗是不是 你文化高嘛是吧 哎呀 你就那两把刷子 你也敢指手画脚地批评你老子 你也不撒泡药去找到你 这我就应该自己撒泡药了 我好好招着自己 我一看我管什么都不是 我爸才是最厉害的 我老子才是天下第一的 你能你能在黄土高原上攥上一个一个空谷漏 你什么由你能弄不出来 你敢再讲一次 我还再讲一遍也是这个话 我打死你 哎 你干嘛呢你 打死你这孩子 你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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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帅子大了 我忘了你 你要评评你老子 你打 妈你别来了你让他打 他要打死了我就不走了 你打你打 你打死我 他人什么东西 他用自己评评老子吗 他凭什么 他 我恨死你了你还真打他 我扒了你的皮 我抽了你的皮 我告诉你万顺 我不想活了 我看看 你这种混账东西 你 response 你给我 你变态 他没有害怕 她是 еще 麦格 是不是很恨你爸爸 我知道 要不你打我 就像我打你一样 你打我吧 你说这干什么呀 你是我爸 你生气了 你打我骂我 我都认了 我是你儿子 我是挺恨你的 我恨你只知道发大财 只知道凭蛮力气打警 你从来都不愿意去研究 怎么把风险值降到最低 你从来都不愿意 我们为什么就 你爸 爸 咱回家不好吗 非要振动动不得钱干什么呀 你非要跟别人一比高低上下有什么用啊 我妹 那么小就出国了 咱一家四口就剩下一家三口在国内 我们就不能踏踏实实回到温州 三个人抱在一起过日子多好在一起不是比什么都强吗 儿子 家是回不去了 开宫就没有回头的剑 我怕就是死也死在这老黄土上了 爸你这干什么呀 儿子 你要真想走 我不拦你 如果我真的死在这儿了 你就记得回来看看我就行了 你是我儿子 我是你老子 他什么事都能变 这事他是变不了 我妈妈 我们走了好好照顾自己啊 安队吃饭 对了 买狗没几天就过年了 别忘了买团鞭炮 在我们家门口放放 去去会起啊 要想写对联你就写 爸妈都不在家就你当家了啊 回去吧 回去吧 齐老师 小周来了 要点什么 你也写对联呢 我就照这样 给我搁两张纸 过年了 我也写副对联 贴到窑门口上去 好嘞 齐老师 这扁给你送过来的 来了来了 这桌子上有采好的 你自己拿 我先去把货接了 来了 我看你们这儿有笔有墨的 我就省着回家费事了 世事动名皆学问 人情恋达记文章 迈狗啊 看不出来 你年纪轻轻的 倒写的一笔好字啊 没有 就是写着玩的 哎 玩是玩不出来的 小伙子 看来是读了不少书啊 哪个大学毕业的 我没上过大学 没上过 莫叔叔就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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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老头 又显摆你的丑字呢 哎 莫叔叔 你别说显摆不显摆 你先看看 这幅链怎么样 哎 哎 不错啊 你这字写得跟过去 有点不一样了呀 哎 你别说一样不一样 你就说 是好了 还是坏了 好了 真的比过去写得好了 哈哈 莫叔叔叔啊 这字啊 打死我也写不出来 嘿嘿 写家在这儿呢 真的 哎 这不光字写得好 嗯 这连绿也好啊 《红楼梦》里的连绿啊 小伙子 不容易啊 能受到齐老师的表扬 嗯 哎呀 哪儿也不如家里好啊 你干吗去啊 找钱去 万顺 你给我站住 你这什么意思 万顺 你看看 咱家多好啊 舒舒服服睡觉 也不用提心吊胆 咱不干石油了 你欠的账我给你还 不是已经说好了 怎么又反悔了呢 我就是反悔了 我一进这家门就反悔了 你反悔没用 我决定的事情从来不反悔 万顺 你怎么这么倔呢 一辈子就这样了 改不了了 您让开 在家等着 万顺 哦 あ implemented becameÃO 知道了 我知道了 好好好 明天明天 好吧 明天 行我知道 我知道啊 好好好等会儿啊 厂长 厂长 我回头打给你啊 我 唐厉头啊 走走走走 厂长 你可想死我了 我呀 想你都快想疯了 看你这样都成大老板了 你想我干什么呀 这回拿我开玩笑 我要是大老板 那你就是石油公司的大亨 这话我爱听 你呀 唐厉头啊 赚那么点钱都给你招摇掉了 这玩意儿不便宜吧 公司需要 也就几万块钱 我呀 是咬牙买的 汇报汇报 你最近生意怎么样 说不定我还能替你出点主意 帮帮忙什么的 我呀 也就是个媒谱 不过别人是撮合人和人结合 我是撮合钱和钱结合 就是有闲钱的找不着出路 急需钱的找不着来路 就是从中牵牵大桥 那个 要是反过来讲 如果是我需要钱呢 你要多少 至少一百万吧 你要这么多 你当我在挖水井啊 我在挖石油啊 你投得多 你赚得多嘛 这个我做不了啊 牛逼追报了吧 不是 不是 我做不了 但是我上家能做啊 那你到底是办得了办不了 你什么时候要吧 那等钱开钻呢 越快越好嘛 承惠最快 明天十八号 正好逢八 有一个承惠不少于十二角 每一角每月十万的承惠开标 十二角 就是十二个人 每个月每个人出十万 那第一角 就是要每个月付十万再加利息 十万加利息 行 我三家 那好 你准备十万现金 明天我带你去 我说唐离头啊 你这头还真跟唐离一样 我手边有现钱的话 我还找你干嘛呀 你必须帮我先准备好十万块钱 等我明天拿下第一角 我立刻还给你 万一拿不下第一角呢 这么多年合作了 你也不是不了解我 我这万顺想要干的事情 没有干不成的 好吧 就这么办 来啊 来啊 好 邵老板 今天怎么有机会到这儿来 跟大家一样吧 搞点现钱用用 请坐 不不不 您坐 你坐 来 你坐 走 要早知道你神如大王了 我今天就不来 我哪出的是你的利息 你放心 我这万顺的脑袋 要不是猪脑袋 我也要算的 利息太高 我也出不起的 大家 本次成会 依然依照 竞拍的方式进行 每位参会者 按照自己的意愿 报出所出的议息 本会严格按照 每人出息的高低 按照先高后低的标准 决定各位用权的顺序 一分开档 现在开始报价 一分一 一分二 十三号一分三 两分二 两分三 四号两分三 两分六 两分五 这阿东啊 鸡得像个猴子真是 五号两分八 三分一 四号三分一 这是最近的破天价 三分一 一次 三分一 两次 三分三 好 十五号三分三 知道比不过瘾 赵老板 三分三一次 我拿电价好 三分三 两次 如果没有人喊的话 我就喊三了 那么头一个月 就归十五号周了吧 三分四 你举高点 哦 十号三分四 狗东西 纯纯闹场 他做什么生意的 做棉杀的 三分五 十五号三分五 三分五 十五号三分五 大帅不得了 大帅不得了 是啊 是啊 大帅不得了 大帅不得了 是啊 大帅不得了 大帅不得了 再见啊 等里头 等里头 再见 再见 慢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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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帮我把这个钱 先保管几天 好 自己从里边拿十万块钱啊 没让你失望吧 你还没告诉我 凭什么判断十号棉杀殴 是想拿第二脚 他不是卖棉杀的吗 他筹权的目的就是要进货吗 可新疆的棉花下个月才开采 他现在拿头脚 他划算嘛 厂长你厉害啊 难怪你找到石油了 连新疆的事都知道 没你厉害 你都找到前眼了 就是打太深了 没有没有没有 走吧 走 明天回一趟陕西 这么快就回去啊 有人推荐了专业打警队 儿子说得对 我得找专业的 你没钱 你不找到专业打警队 白找吗 我命好 钱的问题解决了 你的钱解决了 你怎么解决的 银行借钱 不对 跟银行贷款 过不了几天钱就到账 银行 什么银行啊 是私人银行吧 万顺你疯了 那是高利息 再高的利息 跟利润比 那都是九牛一毛的小事 你非把我气死不可万顺 来啦 来啦 坐 来 堂上陕北的老酒 这酒我喝不惯 那是因为你喝得少 多喝点习惯了 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啊 学校呢 一个老师调走了 这还没放假 学生呢 不能没人带 我想让你去 带几天课 我 我带不了课 我不行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也不算 齐老师 齐老师呢 是有大学问的人 他说你行 就能用 穆书记 我是个外来的 你能想到我 我挺高兴的 问题是 我真不行 这点真不想你打 你打干几事情来 风风火火干干脆脆的 要不然你让我想想 那行 你想想 想好了就去上课 来 喝酒吧 这酒刚才我尝了一口 我真喝不下去了 喝不下去也得喝呀 在我这地面上 我劝的酒 还没有人敢说不喝的 嗯 嗯 淹雨 我 也得 爱 伯父 才好 好累了 天地挂起来 看见光明 麦格 你怎么躺这儿啊 这不行 快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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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都坏了 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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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来 快起来 doomed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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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诺 上诺 同学们好 我是 请坐吧 请坐 我是你们新来的老师 我姓周 大家以后跟我叫周老师就 就好 今天是咱们第一次上课啊 教大家一首古诗 提西林币 这样 大家还是跟我一起朗读吧 横看成岭 侧城峰 横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 高低 各不同 远近 高低 各不同 不识庐山珍 你怎么跑这儿放羊来了 这学校 你赶紧把羊轰走 我跟你说话呢 你赶紧把羊轰走 影响学生们上课了 你们都走吧 你们都影响小周老师上课了 赶紧走吧 我没跟你闹啊 我数三个数 一二三 你必须得把羊轰走 你听见没有 数三个数啊 必须走 你谁跟你闹着玩呢 你影响学生们 你看看学生们现在谁上课了 赶紧轰走啊 你轰不轰 走了 走 快走 走了 快走了 该上哪儿上哪儿去啊 别带着带着 走啊 没想到过来 过来来来来来 帮老师把羊赶走 快快快 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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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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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求你能把羊都走 啥 我说我求你 走啦走啦 但是但是 走了走了 你我在那我叫啦 狗狗狗狗牛 我那大火酒的那个哥哥呀 回来要好聊 走走走走 好好 呵呵 今儿在这儿放羊 嗯 呵呵 你把羊干这儿干什么 大 我在上学 上学 你这丫头想一出事一出的 你今年多大了 快二十了上什么学啊 上学念书啊 该你念书的时候你不念 怎么劝你就是不听 你现在去看看 那学校有你这么大的学生吗 我不管 我就是要上学 你给 老刘 你说说 你说上去看 牟书记 我还上学是好事啊 哎呀 我也知道是好事 可他现在不是上学的时候了 给我使小兴子呢 是 带着 一路 好 说 说 说 你要上学 我给你找杨校长去 答 那你现在就去 你没看现在正忙着呢吗 那我不管 看什么看呀 没看过呀 看过啊 你不就是放得杨森呗 对呀 对呀 杨森太厉害了 我没给杨森是这样 杨森 杨森还没有学生包呢 有这个包里照的是什么呢 你还说吗 包子照的肯定是杨师太太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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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骂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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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干吗呢 好了 回去上课点 杨森 杨森 快点 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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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小周老师好 你要干嘛 上课啊 你上什么课 诶 诶 因为今天啊 咱们来了一个新同学啊 所以呢 我们把昨天学习的古诗 复习一下 提 西林弊 大家跟我念啊 提 西林弊 提 西林弊 提 西林弊 横看 成岭 侧成峰 横看 成岭 侧成峰 远近 高低 各不同 远近 高低 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 不识庐山真面目 指缘身在此山中 指缘身在此山中 下面我们请穆和和同学 为我们朗诵一遍啊 穆和和 穆和和同学 提 西林弊 极力呢 你笑什么 上课呢 你严肃点 来 现在请你给大家朗诵一下 提西林弊 杀 你 你坐下 坐 坐下 同学们上课要认真啊 不许六号啊 现在啊 四五年级的同学先自习 六年级的同学 请打开课本的第三十三页 今天我们讲蟋蟀的住宅 我先给大家念一下 这个课文简介啊 本文是十九世纪 法国著名昆虫学家 法布尔写的一篇观察笔记 这个人叫法布尔啊 他是法国的 当然了 咱们不能因为他姓法 他就是一定是法国人 因为外国的姓氏 跟我们中国不一样 法国同学们 可能都没去过吧 老师去过 因为我妹妹在那儿 真的 那儿很美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 将来都能去一次法国 那个地方有古堡 有铁塔 还有好看的河 在门 在门 在门中 法布尔介绍了自己观察到的蟋蟀住宅的特点 福尔代言 你还记得咱们俩 小时候一起在 普拉多逢餐厅吗 记得呀 你怎么想起这个来了 那个时候啊 我就觉得你一定行 真的 我在想 咱们俩以后 一定会有一个 属于自己的店子 哎呀 你一说这个 我想起胡叔叔他们来了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 还有巴尔跟戴维 你好 真的 会到了 太好了 我马上过来取 好的 好的 谢谢 雨晴 咱们货到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 知道了 您好 您好 哦 您好 夫人 需要我帮忙吗 我来取我的货 从意大利运过来的 谢谢 请稍等 对不起 夫人 恐怕这批货 我还不能给您 哦 为什么 您的货有问题 您的货有问题 您的货是从意大利正规的 供货商那提取的 而且都是品牌服装 没错 确实是品牌服装 没错 但这批货是非法的 我也没有办法 您这话不是自相矛盾吗 您既然承认它是品牌服装 为什么又说是非法的呢 您有义务跟我解释解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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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认为您这是刁难 是歧视吗 你们温州人做生意 从来不守规矩 依照法律 我们已经把这批服装 全部扣留了 温州人做生意 怎么不守规矩了 那叫灵活 懂吗 您不能这样 我把所有钱 都投在这批货上面了 您这样我会心价当产的 您总得给我一个理由吧 保安 请送这位女士出去 夫人拿好您的东西 先生 你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好了 夫人不用说了 您出去吧 平时把我的 您出去吧 拿好 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们 对不起 夫人 凭什么扣我的话呀 你 我告诉你 有没有干过你的 走吧 夫人 放开我 太欺负人了 这说没收就没收 简直就是一群 拦路奖辑的强盗嘛 我们不能白持这个仰大亏 把我们当高尔夫球了 就随便一棍子 想打多远打多远啊 阿宇 这个是我们的全部积蓄啊 阿宇 你倒是说话呀 你可急死我了 你到底打算怎么办 要不我去黑市买把枪 跟他们打官司 堂堂正正地 把咱们的货 一件一件要回来 你还不会 坐饭吃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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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扰了 您好 我是依莎贝尔 请问能为您做些什么 请问一下你们这里 有没有一位律师会说中文 专门帮我们中国人 打商议官司 是的 没错 确实有这样一位律师 是这样的 我是周阿宇 中国温州人 我们同乡会的总干事 谭家伟先生 应该是帮我约过 这位律师了 他现在在吗 当然在的 走这边就是隔壁的房间 请进吧 谢谢 不客气 这个案子不会有问题 如果以后出现这种事情 你们就跟他说 叫他来找你的律师 今天就到这儿吧 好好好 以后 如果你们还需要 什么帮助的话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的 谢谢你 雷昂先生 好 没事